花莲监狱一名寿行人阿羊在狱中接触爱上羊琴并报考街头一人正照 期望出狱后以音乐演奏展开人生心业 他学琴后才得知原来自己的血液中带着羊琴的基因 早逝的父亲曾是羊琴冠军为他取名羊隐含着荣耀与深深的期许 花莲监狱寿行人阿羊直到在狱中接触到羊琴 才知道原来名字中的羊刺是羊琴高手父亲对他的荣耀与期许 记者王彦华摄影分享 35岁的阿羊在25岁年亲戚盛时走错路 参与一春鲁人乐书案被判24年重刑 他5年前移间到花莲监狱参加于中国乐班 因羊琴无人使用意外接触羊琴 并爱上这个声音精脆纯净的弹拨乐器 某次和家人聊天 他才知道原来在他出生时就过世的父亲也是羊琴高手 曾获得广州羊琴大赛冠军 敲羊琴时总不时想到父亲名字中有个羊子的 阿羊说父亲为他取名时原来已将这个荣耀交给他 于是他想绝不能让父亲漏气 今天花莲文化局到花莲监狱办街头一人考证 阿羊表现杰出三名评审都举 OK 排铁语肯定 阿羊还有两年多才能申请假释 但已在规划未来 希望能考上证兆出狱后以个人或团体方式表演 或者到老人安养院协议回馈社会 这是花莲文化局连续第二年在狱中办街头一人考证 去年25组报名 20组合格 今年有16组报名 有音乐表演 书法 书过雕刻 烙烧画等 36岁的阿羊因袭读 结果抢劫被判刑15年 在狱中学习素描 在无十字通学会落梢画 如今已借处读影 今年就可申请假释 他说 学习画画让父母重新接纳他 家中挂满他的画作 他报考街头一人证照 希望出狱后回西部老家开艺术工作坊 让人生重新开始 花莲监狱受刑人阿黎在狱中学会素描和烙烧画 让家人重新接纳他 记者王彦华摄影 分享 花莲文化局 今天在花莲监狱为受刑人办街头一人检定 记者王彦华摄影 分享